今天開箱的都不買關子 Talk 你好 的Q4 喇叭 這雙喇叭 我印象中我買第三雙 第一雙是在我玩Hi-Fi 初頭已經買的 後來好像送了給Imaneo 他做了5.1 其中做兩雙 不知道現在還在嗎 我沒有問他 這雙喇叭是否特別呢 就是我將它平為新手入門淘寶五大必買產品 入門的 如果你不是入門的 你不用買 但入門的 尤其你聽膽機 這個真的很划算 而且很帥 剛剛雙11減了幾十元 950元人仔 如果不減那幾十元 就多30元 TOK 你好 是加一些箱子 做得很漂亮的喇叭床 開箱這些 最重要是除錶 尤其是光錶 不要刮到一隻錶 又不要被錶刮到那些木 或者刮到那些箱子 它是一個 全頻喇叭 全頻喇叭的 靈敏度都OK高的 所以我就是買來的 喂 你有這麼多喇叭 為何還要買呢 因為我買來就放桌面 小小聲聽阿哥 很帥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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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來 再做 Emway 托利好的喇叭 Q字頭 Q4 Q Q 8 我都買過 其實都想試一下Q12 是6.5吋的全民喇叭 但我看過它的圖 是太大了 即 363 部 就是有半個座地喇叭 所以你擺檯面很高 很誇張 所以就放棄了 而且價錢也仍不便宜 其實香港都可以買,香港有間叫YS Audio 官堂那間 它都會有現貨給你看看 如果你需要看現貨可以去搜尋一下 還有最主要就是 不知道大家看不見 前面先拆開,我上面也看得很清楚 它的木皮是堆清的 它有一種光漆都做得很漂亮 那些結尾不好 所以如果就這樣在桌面聽聽歌仔的話 是非常之不錯 請看見 請看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